前不久,华为推出了一项名为GTurbo的手机应用技术,就像它名字中的Turbo涡轮增压一样。 GTurbo就是一种类似汽车上涡轮增压的技术,是一种软硬协同的图形加速技术,能够提高手机GPU的性能。 图形处理效率提高60%,通过部分媒体的测试和报道,首款搭载GTurbo的华为荣耀Play在部分场景之下,确实表现出了惊人的性能,可与高通最新的骁龙845处理器相媲美。 近期,荣耀V10、华为P20、华为美食系列,也都推送更新了该技术。 当然,在之前的测评过程中,华为荣耀Play在运行绝地求生刺激战场个别场景之下,还是暴露出了不稳定的一面,尤其是在长时间运行游戏及开车场景之下。 但总体来讲,GTurbo技术还是为华为用户带来的惊喜。 近日,在更新《绝地求生刺激战场》最新版本之后,许多华为荣耀Play以及升级GTurbo的华为手机用户发现,华为手机在运行出现了贴图错误。 屏幕画面马赛克以及闪屏动现象,原本的惊喜一下就变成了惊吓,通过网友上传的《绝地求生刺激战场》马赛克画面,我们发现大部分贴图错误以及闪屏现象,并未影响到用户的游戏体验,只是在感官上存在一定的不适感。 当然也有网友上传了更严重的现象,几乎满屏否认马赛克,操作游戏都十分的困难。 在该现象发生后,许多网友都在华为官方的花粉俱乐部吐槽问题的严重性,期间虽有网友提供解决办法,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暖用。 不好用户还在华为官方微博下留言,抱怨麒麟处理器的游戏,优化,不如高通骁龙和苹果A系列。 对于华为手机用户出现的这类问题,绝地求生刺激战场手游官方即使做出了回应,主要是因为华为升级的Turtle技术,恰巧避开了游戏的适配测试。 目前华为和游戏官方已经在推动问题解决,所以华为手机用户在游戏再次更新之前,还是没玩绝地求生刺激战场了。 你认为这次闪拼问题的发生是因为游戏适配问题,还是Turtle技术本来就存在缺陷呢?